好 还要告诉您 攸关台湾900多万劳工的基本工资 终于是拍板定案了 从明年元旦开始 我们的月薪将要从18780 涨到19047元 但是时薪的部分却要分段调涨 第一阶段说是要怎么样 从涨幅103元调到109元 也就是说时薪只涨了6块钱 涨6块钱有用吗 还不够买一颗茶叶蛋 并利商店一颗茶叶蛋就要卖8块钱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的人都在大抱怨 说马总统的时薪一一五证件 这回跳票了 基本公司审议结果终于出炉 月薪从18780元调涨到19047元 虽然有达到老委会190的预期 明年元旦生效 但时薪则先从103涨到109元 马总统喊出的时薪115元确定落空 要等到民国103年 只是这6块钱对劳工来说 连颗茶叶蛋的钱都不够 发出心中的怒吼 抗议人群中的陈先生53岁 在大卖场工作 每个月2万8的薪水 要养活全家6口人 上有70多岁的母亲 加上三个女儿都在念书 每个月还要还2万元的贷款 陈先生两年前一度被解雇 老婆只好早上工作 晚上继续到餐厅洗碗端盘子 最后两个女儿干脆休学找工作 帮忙贴补家计 没有钱给她去上安全班 然后她两个姐姐来决定休学 去打工赚一点钱 老公感叹钱不够用 资房更不满 痛批十薪涨 企业成本要大增 基本工资的事情是万万不可 这个知识体大 影响整个投资环境非常大 基本工资调整 劳资双方都不满意 对老公来说 未来日子更艰困 银行居然还要调涨房贷利息 核库一般房贷利率 约2.47%到2.8% 台银最高2.5% 土银2.66% 所有的无论也可能 咬着牙撑过去 东森财经新闻 林匹宏瑞丽海北报道